冰敦敦一吨南球 相关上市公司将受益 冰敦敦以其憨态可居的形象圈粉无数 冬奥特许商品一吨南球 目前北京冬奥会特许生产商共29家 特许营售商58家 其中包括等上市公司机构预计 特许商品销售额将突破25亿元 2月7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 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冬奥会 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点 发现门口排队购买冬奥特许商品的库克 一眼望不到头 当日这家旗舰店共供应300个冰敦敦毛绒玩具 截至当日12时 店里各类冰敦敦摆件 钥匙扣都已卖光 有顾客早晨5时就来排队也没有买到 顾客程先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自己上午8时来排队 快排到的时候被告知冰敦敦毛绒玩具已经卖光 决定在旗舰店门口等一宿 明早继续排队 王府井特许商店工作人员介绍 一般上午9时30分开门 10时左右冰敦敦毛绒玩具就会卖光 最近几天夜里仍有很多人排队 冰敦敦一吨难求 主要还是供货量不足 春节假期很多工厂都放假了 从线上市场看 记者7日在天猫奥林匹克旗舰店发现 冰敦敦造型徽章58元每件 冰敦敦手办玩具百件88元至108元 券创意挂坠128元 每件都已经卖断货 其中冰敦敦手办玩具百件月销超5万件 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 公开资料显示 冬奥特许商品的生产与销售 必须经过北京冬奥组委任可击准 线上官方购买渠道 为天猫平台的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 线下可以在特许商品零售店 高铁列车上购买到冬奥特许商品 2月7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电话联系一家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冬奥特许商品 陶瓷类冰敦敦和雪荣荣百件生产商 得知订单供不应求 公司在大年初六就全力开工生产 上述生产商负责人告诉记者 陶瓷冰敦敦和雪荣荣由当地师傅纯手工制作 经过质膜 上色 铁花点缀 喷油定色 晾杆等多道工序 制作完成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 公司在想办法扩大生产 冬奥特许商品热销 背后的上市公司将因此授意 北京冬奥组委共计开发了16个品类 5000余款特许产品 韩带徽章 钥匙扣等非金属制品 贵金属制品 服饰及配饰 陶瓷制品 毛绒及各类材质玩具等 2月7日 联农雅图在互动平台表示 目前市场热销的冬奥特许商品 包括冰敦敦及雪荣荣毛绒玩具 造型手办 试扣 水晶球等七大系列军委公司设计 生产并销售的产品 鉴于冬奥特许商品 近期受到广大消费者的热捧 公司已经组织工厂 全面开工生产 全力协调产能配给 保障冬奥会特许商品的供应 尽最大努力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闻头控股公告显示 公司具备贵金属 工艺品和陶瓷三大品类的特许生产权益 同时拥有冬奥全品类产品的特许云售权益 蔡白股份1月5日投资者活动记录表显示 公司是冬奥会特许云售商 目前在售冬奥产品包括各类徽章 贵金属纪念币 玩具等品类 事实上 2008年公司就是北京奥运会特许云售商 另外 作为北京冬奥会特许云售商 王福景获准在公司旗下部分指定门店 销售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 根据研报 预计整个冬奥周期 特许商品销售将突破25亿元 奥运特许商品销售企业 可借冬奥会契机 提升企业形象和产品知名度 提高品牌价值